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北京当局对军工系统持续进行清洗 近来又传出了国防机构多名要员神秘失踪 综合媒体报道,日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 跟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换人 这也间接证实失踪多月的航天科工董事长袁杰 跟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英已经遭到撤换 但是却没有被宣布免职,至今已经失踪数月,去向不明 4月12号,航天科工举行管理人员大会 宣布53岁的陈熙明担任航天科工董事长 党组书记 同一天,兵器装备举行领导班子扩大会议 宣布张玉京获认为集团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对此海外自由亚洲电台专栏《夜化中南海》的专栏作家高新 15号的文章表示 袁杰跟陈国英各自的职位已经换人 而对两人不但没有说明去处 更没有说明他们两人到底是被免职 还是被撤职,为时相当的不正常 特别是袁杰 他是中共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对他的党内最终处理 跟对前外长秦刚、前方张李尚福等人的最终处理一样 都要等到三中全会的召开才能见分晓 如今就和对秦刚、李尚福等人的处理过程一样 对袁杰也是一样先免去其行政职务 高新的文章表示 已经被撤销中共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四个人 加上很可能会在未来三中全会上 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的袁杰跟袁国英六人 全部都是火箭军窝案的同案犯 另外一批同案犯则已经在去年已被罢免 或者是被辞去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形式 对外证实 火箭军窝案牵连胜广 在为外界所知的中国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 跟当年分管卫星发射基地的装备部长出身的李尚福 都已经纷纷出事 另外还有2022年中共二十大之前 被取消二十大代表资格的军方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 兼航天系统部司令上红 文章说整个火箭军窝案的涉案人员肯定远不止这些 特别是航天科工跟航天科技下属部门的司局 及以下的贪官 以及火箭军 总装备部内少将 以及少将以下的中级将军 当中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失踪了多少 外界相当的难以知晓 军工系统被清洗的最新迹象则是 此前中组部下发通知 任命中共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何勇 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纪检检查组组长 党组成员 而该公司的副总经理何文忠 则是遭到了调查 中国电科是中央直属国有重点企业 由46家电子科研运所 以及26家国有企业合并而成 拥有员工20万名 是全球最大的国防集团之一 根据中国电科官网介绍 它是中共军工电子主力军 网信事业的国家队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在电子装备 网信体系 产业基础 网络安全等领域占据了技术主导地位 中国电科跟武装部队的密切合作 生产各种高科技军事装备 包括了预警雷达 此外中国电科还设计无人机群 以及导航跟电子站的系统 中国电科有数十家子公司 其中还包括了海康威视 英国金融时报4月9号撰文表示 中国唯一一家卫军队所有部门 包括太空作战部门提供服务的国内军工集团 中国电科的高管正在被反复地调查 报导说这一次对中国电科副总和文中的调查 是在去年军队改组之后进行的 当时中国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 原政委徐中坡等领导层被一锅端 紧接着李尚福从大众事业消失 并于同年10月24号 因为贪污腐败的问题遭到免职 核文中被调查是否跟火箭军的被清洗 或者是李尚福有关 目前还不得知 但是时政评论员李燕鸣认为 去年火箭军窝案引爆之后 军工系统的高管也接连落马 最新军工国际纪检组长换人 多由中纪委根省纪纪纪检高官空降 说明对军工系统清洗仍然还在发酵当中 高新的文章认为 无论是中共火箭军还是总装备部 无论是航天科技还是航天科工 其中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陆续失踪的高级将领们 跟副部级劳总们 如今的下落都已经明了 这或许也说明了 对整个火箭军窝案的调查 已经进入到尾声 接下来就是要等三中全会 来正式地宣布对他们当中 构级别者进行的党内处理结果 确认强化合作抗中基调的 美日飞峰会日前刚刚落幕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亲康达 就宣布4月14号到16号访问中国 之后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 15号晚间公布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 15号会见康达一行人时 批评美方拼凑美日飞小圈子 并且搅乱南海行事 要求美方不得搞阵营的对抗 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发广报导根据中方公布的信息显示 中国外交部美大司长杨涛 跟到访的美国国务院 亚太事务助亲康达举行会谈 与其同行的 还有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 以及美国驻中大使伯恩斯 中方声明批评说 美方近期针对中国推进所谓的印太战略 在中国周边采取一系列涉华错误言行 特别是拼凑美日飞小圈子 跟搅乱南海行事表明严正的立场 要求美方不得搞阵营对抗 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方也阐明了在台湾 经贸科技 人文交流等议题上的立场 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阻碍中国发展 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制裁 停止打压中国经贸科技 而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则表示 此次的访问是建立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层外交接触的基础之上 以管理分歧的领域跟合作的领域 同时也减少误判的风险 双方讨论的双边 地区跟全球议题 包括中东 中国对俄罗斯国防产业的支持 海峡两岸的问题 南海跟朝鲜问题 美方的声明没有披露太多 有关这些会谈的细节 但是美国官员表示 虽然华盛顿跟北京的沟通渠道 在数月高度紧张之后 已经基本正常化 但是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支持 给稳定关系的努力仍然带来了风险 众所周知 追播会谈发生在 五月台湾总统就职大典之前 也就是美国上个礼拜 主办美国 日本跟菲律宾三边峰会之后 三边峰会聚焦于南海等地来对抗中国 而菲律宾在南海跟中国有主权的纠纷 最近发生了数次的紧张对峙 2022年马克思总统上台之后 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 从那之后 中非关系就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中国船只会对菲律宾船只进行撞击 并用激光来瞄准菲律宾的船只 上个月 一艘中国海警船 甚至用水炮击伤的三名菲律宾士兵 美日飞三国峰会同意加强海军跟海岸警卫队的联合演习 并且承诺进行新的基础设施投资跟技术合作 这次峰会的基础是拜登跟日韩领导人去年8月 在戴维银达成的开创性防务协议 以及去年公布的与澳洲跟英国合作开发 部署核动力攻击潜艇的计划 美国官员表示 这一次的会晤旨在建立统一战线 反对中国在南海对菲律宾 在东海对日本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 拜登表示 美国跟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御承诺坚定如钢铁 美日飞三国峰会之后 中国将菲律宾描绘为美国跟日本的又一个棋子 并且试图将自己描绘成美国好斗情绪的受害者 中国批评美国在拼凑针对中国的小圈子 但是实际上 中国不仅跟俄罗斯、朝鲜、伊朗等麻烦制造者结成小圈子 也针对印尼、沙特阿拉伯跟南非等不结盟国家发起了外交公式 在海上霸权争夺当中 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太平洋小岛国 也受益于中国的魅力公式 纽约时报举例说 9号习近平会见了到访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希米娜 该国是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群岛国家 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晤之前 希米娜受到了仪仗队跟红坛的礼遇 习近平在会面当中承诺将提供更多的援助 就在几天之前 北京采取了极不寻常的举措 欢迎了印尼当选总统普拉伯沃的到来 并且安排他跟习近平的会面 这样的礼遇通常只针对就任之后的领导人 可能反映出了当局对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上台之后 没有更积极拉拢他的遗憾 然而在中国经济受到房地产危机 跟外国投资锐减的打击下 北京抗衡华盛顿的腾挪空间 仍然受制于陷入困境的经济 中国一直在增加出口 但是这已经引发了一些国家的摩擦 他们对于中国廉价商品大量涌入感到担忧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中佳盈对纽约时报表示 北京肯定会更加的谨慎 并且表现出接触的意愿 他们意识到让摩擦升级存在实际的风险 只是外界还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妥协 显然美国正在领导一场 针对中共的全面遏制围困运动 形成一个庞大的包围圈 中共似乎也不甘示弱 正在加强其与俄罗斯跟朝鲜的关系 然而中共的经济陷入困境 并且跟一些国家发生的贸易摩擦 习近平不仅无能为力 反击也受到了限制 为了刺激经济 中国正在推动大规模消费品以旧换新 除了家电类消费品之外 日前各地政府更推出房子以旧换新 但是有分析指出 在中国经济不景气 家庭跟企业收入缩水的情况下 缺乏又因来买新家电 新车或者是更新设备等等 此外 中国中央跟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足 无力再来负担以旧换新所需的裁员 综合媒体报导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下达的消费品 以旧换新政策 中国商务部 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 司长徐信丰 13号也公开地表示 这项政策涉及到千家万户 商务部正在加强宣传力度 一定要做到让老百姓家喻户晓 政府的操作过程简单明了 但是现实状况却不如当局所预想 法广以换手机为例 中国正在推动大规模消费品 已旧换新 但是民众的意愿低 另外回收也跟不上 导致回收率很低 中国每年新增多达4亿部废旧手机 但是回收率仅仅只为5% 报导引述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的数据指出 中国目前一部手机的平均寿命在2.2年左右 平均每年产生超过4亿部的废旧手机 现有的废旧手机超过20亿部 手机废弃之后 大约有54.2%被消费者给闲置流程 报导指出 废旧手机越积越多 旧其原因有三大难题 首先是旧手机卖不上价 如今手机产品更新换贷款 废旧手机卖不了几个钱 这一点从2020年上市的一款华为手机 当年售价超过人民币6000元 如今回收价格仅仅只为2000元左右可以看出 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废旧手机的回收流程长 回收处理的成本也比较高 其次是套路太多 中国目前对于废旧手机的回收 尚未明确责任或者是制定回收率的目标 废旧手机存在回收套路多 行业政策标准体系不健全 综合回收处理能力不足等问题 第三则是后顾之右 智能手机存储大量的个人信息 即便是格式化处理或者是恢复出厂设定 也会让人担心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恢复数据 造成个人隐私泄露的问题 民众连手机都不想要以旧换新 政府更是异想天开的 想要积极推动房子以旧换新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郑州市房管局等六部门 一号联合印发了郑州市促进房产市场 卖旧买新 以旧换新工作方案 今年郑州市政府计划完成 二手住宅卖旧买新 以旧换新一万套 占了2023年郑州二手房交易总量将近十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郑州并非首座启动房屋以旧换新政策的城市 3月10号 安徽省宣城市 陈建集团跟宣城市国控集团 共同发布了房屋以旧换新的公告 居民可以用宣城市组成区规定区域内的旧物 换成这两家集团开发的新屋 终止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以来 超过30个城市表态支持已旧换新 严城 苏州 沈阳等地区发放已旧换新购房补贴 宁波 严城 济南等部分城市跟建商以及房地产经纪机构联手 推出了换新购的服务 购房者可以在建商处认购 并且锁定房源 并由房地产经纪机构出售旧屋 如果在一定期限内旧屋出售 则会按照流程来购买新屋 如果旧屋人未受处 则会退完新屋的认购金 然而 已旧换新的实际情况却始终不理想 就其原因 中国的经济不景气 家庭跟企业收入缩水的情况下 缺乏诱因来买新家电 新车或者是更新设备等等 此外 中国中央跟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筑 无力负担已旧换新所需要的裁员 即便中国官方初步估算 已旧换新将可以形成一个年规模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的庞大市场 但是民众仍然无力负担 这个市场恐怕也只能够看得到吃不到 中国财经部落客热点我坚指出 在中国当前经济不景气 居民收入水准较低 房贷压力大 低结婚率 低生育率的情况下 仅仅靠已旧换新的措施显然是不够的 还需要多通路地来激发民众的消费欲望 中国独立金融学者贺江斌表示 他认识一些企业家 他们对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因为中国企业日益走向国有化 连民营企业都想卖掉 怎么可能会想要更新设备呢 至于消费端跟房地产行业相关 只有买了新房子 才会买新的冰箱 洗衣机 空调这些耐用品 平常不可能随意去更新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诱因 官媒央视报导 在中央发出指定之后 中国14个部门联合发布 推动消费品已旧换新行动方案 部署组织在全国开展汽车 家电 家装储备等消费品已旧换新 但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薛宏表示 文件出来之后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财政支出 国家跟地方能够拿出的资金额度 是没有明确的 特别是中央财政能够拿出多少钱来 台湾东豪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陈松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指出 中国如果以公权利的方式介入经济政策 比方说修改使用年限等规定 强制要求机械设备折旧 企业就算现况不佳 碍于法规也会被迫更新设备 所以相关的政策会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效果相当的有限 他说已旧换新政策看起来是带动了去库存 解决部分产能过剩的问题 但是没有办法真的吸收 因为经济下行还强迫更新设备 有一些民间的中小企业干脆直接关门 中国推动大规模的已旧换新政策 少不了中国中央跟地方政府的补助 陈松兴指出 去年中国债务包括家庭、企业跟政府 占了GDP比重攀升到287.8% 跟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 增加了一倍之上 如今中国希望抑制债务成长 如果要推动设备更新跟消费品更换 钱要从谁的口袋掏出 他说中国地方政府其实已经没有钱 很多地方政府恐怕接近破产 要地方政府出钱 他们肯定不干 必须要由中央来补贴地方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跟着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2024年4月15号 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35周年的忌日 当年他的去世引发了八九学运 在30多年后的今天 胡耀邦跟八九学运的影响仍然在继续当中 而这样的影响力也为当局所忌惮 纪念胡耀邦的文章 在他纪念日这一天前后遭到全网的封杀 1989年4月15号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 点燃了影响深远的八九学运 综合媒体报导 为了纪念胡耀邦去世35周年忌日 前中共中组部退休干部 严怀硬邀撰文纪念 称颂胡耀邦最伟大的攻击 是解放一亿政治见谜 文章在社交媒体上面流传 但是很快遭到封杀 严怀也传出被禁言半个月 根据网络上面流传的一篇庶名 为严怀 题目为 胡耀邦最伟大攻击是解放一亿政治见谜的文章 作者是奉美国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 张爱美主席之命撰文 文章的日期是4月12号 文中首先表示 中共对胡耀邦的复告提到说 他担任中组部长平反冤假错案 落实干部政策 立下不可抹灭的攻击 对此作者认为 落实干部政策确实是胡耀邦的攻击 但是被冤假错案的干部 众多高官迟早定会为其申冤纠错 亡顾者必将招雪纪念 幸存者并将平反复官 而政治见名地父及其子女 谁会为其名不平呢 胡耀邦力排众议 坚持地父摘贸是大的政治问题 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 在胡耀邦等的不懈努力之下 1980年代初期 全国两千多万地父为主体的 四类分子全部摘贸 连同他们的亲属 全国十分之一 上亿人摆脱了新中国政治 建民的卑微身份 对此作者认为 这才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胡耀邦 真正不可抹灭的伟大历史功勋 然而这一篇纪念胡耀邦的文章 却很快地遭到中国全网封杀 独立学者高法林在X平台账户留言说 此文被社交媒体跟自媒体转发 激起广泛的共鸣 但是很快被当局屏蔽 许多热心者又制成的图片传播 刚才延怀接到通知 被禁群中发言半个月 文章还配发了一张 微信禁言两周的截图 资料显示 延怀是前中共中组部的退休干部 2022年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 胡锦涛被公燃假里会场 引发了舆论地震 而延怀以清华校友的身份 公开致函习近平 表示胡锦涛离席事件令人费解 要求习近平当局迅速地澄清事实 平息混乱 作为中共政治关键人物 胡耀邦一直是北京当局眼中的敏感词 但是却是外界一般所推崇的中国领导人 美国之音报导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程奎德 1989年民主抗疫运动期间 在上海担任华东化工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 跟思想家杂志的主编 他认为胡耀邦跟赵紫阳主政时 是中共建政期十多年来最好的十年 中国政坛现在已经没有 也不大可能出现像他们这样的人物了 胡耀邦、邓小平等人在1978年底 主导的平反冤假错案 到了1982年底 平反了300多万件中共建政之后的错案 包括了为文革时期受到迫害致死的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 以及为习近平的父亲 习中勋洗刷的罪名 陈奎德表示 在中共体系内为被压迫的人平反昭雪 势必会蒙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 他认为胡耀邦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当中 起到的作用是第一位 陈奎德表示 虽然胡耀邦是一个共产党人 但正因为他是共产党 而且是首脑来做改革这个事情 在整个中国共产主义体系里面敢于推动 他面临到的巨大精神压力 政治压力跟各个方面的压力 包括老人帮的一些压力 不下于林肯总统解放黑奴 陈奎德认为 胡耀邦对当时青年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大学生群起示威 呼喊着要改革 要新闻自由 反腐败等口号 要求中国跟世界主流来接轨 胡耀邦在推动中国的进步方面做出贡献 但是也付出了相对应的牺牲 被迫下台 这让当时的大学生怀抱着愧疚的心情 而这种情绪也在他去世之后爆发 陈奎德说 学生觉得胡耀邦是带他们受过受罪 所以希望能够还胡耀邦一个公道 因此出现如此巨大的要求 胡耀邦在中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的影响现在还存在并且延续 虽然被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 倒行逆施政策给压制下来 但是他终会起来的 会推动中国的历史向前进 陈奎德认为胡耀邦如果地下有知 看到习近平势必会觉得他是不孝子孙 断送了他们当年极力推动的改革开放事业 他说习近平当政之后 开倒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了避免类似八九学运的事件发生 做了各式各样的防范措施 而江泽民去世很可能促成了白纸运动要求的解封 陈奎德分析说 死亡因此变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驱动力 平时的社会死气沉沉 老百姓不能够发出声音 也不能够有自己的见解 之后面临到政治性的大事件 也就是政治大人物的死亡 社会才可以稍稍透一点气 他说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死者伟大 大家对死者基本上是心怀着某种敬畏 觉得不能够亵渡死者 所以在人们悼念死者的同时 一般各个压制的方面都会开始有所畏惧跟收手 所以使得有一些事件 民众的情绪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缝隙中间来爆发出来 1976年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去世 引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 民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并且提出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要求 陈奎德说 同一年毛泽东的去世更是给了中国一个恩赐 将中国从27年祸国殃民的政策下来解放 走入到改革开放当中 而胡耀邦去世引发的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 更是历史上前所未见 他说好几起重要的大人物死亡都引发了社会的变动跟觉醒 大人物的死亡事件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松动口 使得中国累积的民怨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爆发出来 从而使得中国有所改变 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泽认为 当今的中国政坛不但看不到胡耀邦式的人物 习近平上台之后 中国的政治环境更没有这一类人的容身之处 他说胡耀邦能够担任党内高层 甚至一度担任总书记 也有其历史的脉络 本来像他这样的人物 在中共体制内很难上升到最高层 文革之前胡耀邦红小鬼的出身 让他在党内受到排斥 文革爆发之后 他和其他一些比较开明的领导层都受到批斗 但胡平表示 也正因为文革搞得太过极端 最后引发党的重大变化 物极必反 不但在民间 在社会上 包括党内高层 像胡耀邦这样的人物 反而能够脱颖而出 胡平说 文革从反面推动中国内部的改变 使得胡耀邦能够一时之间成为 中共领导层名义上的第一号人物 但是到了六四之后 中共党内的开明温和一派都受到打击 纷纷的出局 习近平上台之后 实施更严厉的管控 他认为如果胡耀邦死后有之 他一定会对今天的中国政局 感到非常的悲哀跟沉重 胡平表示 自己1979年参与西单民主强运动之后 团中央派了几个调查主 进入他所救赌的北大 当中来自于团中央系统的人最为开明 对他们的活动也最表同情 而就在邓小平等党内高层主张压制民主强时 胡耀邦能够表达反对 并且提出对这种自由的同情跟支持 是非常了不起的 陈奎德也有类似的切身经历 1983年他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期间 在桂林一场学术会议上 发表了批评中共意识体系形态的言论 回到复旦之后 当局开始了反对精神污染运动 他的名字出现在校方名单的最前列 他被停学了几个月 并且被要求重新学习马列主义的思想 心中担心会受到更多的处罚 陈奎德感谢胡耀邦在28天之后 发起了波乱反证 他受到的处分就此犯案 年轻学生受到的压制也得以解除 他说中共高层的任何一个动作 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 涉及到非常重大的命运攸关的事情 所以对于胡耀邦先生 他个人是心怀感激的 胡平认为 中共有意在纪念活动当中 压制胡耀邦的自由化思想 因此每逢遇到他的忌日 往往以一种比较低的规格来纪念 并且只提到他的连结跟亲民 这也让后来的人 因为不了解当年的情况 造成错误的印象 但是他强调 他相信胡耀邦的精神不死 因为他代表的是社会要求自由化的一种精神 从他反对压制言论自由 对不同意义上的这种容忍 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 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这种精神对未来中国推动政治的民主转型 有非常大的价值 伊朗4月4号凌晨 动用了超过300枚的导弹跟无人机来攻击以色列 尽管具体的型号仍未公开 但是专业人士表示 近期已经有许多的证据显示 伊朗大规模发展无人机的背后 有中国的供应链来支持 西方国家应该要警惕的是 中国利用提供无人机零部件 来支援其代理人 在区域冲突当中四处点火 让民主阵营疲于奔命 美国之音报导 就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报复攻击的几个小时之后 美联社引述以色列国防军报导 这次的攻击 伊朗总共发射了170架无人机 30多枚巡航导弹 跟120多枚的弹道导弹 报导表示 其中仅有数枚弹道导弹飞敌以色列领土 造成一处空军基地轻微受损 其余99%的攻击都在美军等的支持下成功拦截 虽然实际战国有限 但是台湾经纬航太科技公司的董事长罗正方说 这次的攻击是既乌俄战争跟以哈战争之后 又一次无人机作战仕途以量取胜的代表作 其背后恐怕脱离不了中国供应链所扮演的角色 罗正方表示 公开信息显示 这一次伊朗所发射的 是与其出口俄罗斯相同的见证者系列无人机 而早在2023年6月 西方国家就在该机残骸当中 发现同年1月才出厂的中国制电压转换器 不仅如此 罗正方说 见证者无人机所采用的燃油发动机 也是中国厂商仿制德国零巴赫的产品 转力显示 该款无人机航程可以达到上千公里 但是时速仅有170到180公里 从伊朗飞到以色列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也就不难想象 会给美国的防空系统留下足够的拦截时间 身为台湾政府筹组无人机国家队的队长 罗正方进一步的说明 伊朗虽然长期研发无人机 拥有完整的谱系 但是其自身供应链并不足以支撑大量的生产 从乌克兰跟加沙地带战场上食货的残骸 已经证实了一致无人机从螺旋架到碳纤维 射出乳胶机体以及其所需的工具机 很多都是直接或者是间接来自于中国 罗正方说 一旦以色列巡货 并且拆解此次发起攻击的无人机残骸 应该就能够清楚溯源 得到相同的答案 因为类似的供应链 没有办法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出现大幅的改变 罗正方表示伊朗无人机上面有非常多的电路板 伺服器 或者有些是更短距离的电动载具 这些马达也都来自于中国的厂商T-Motor 那也很显然的可以看到 全球的无人机产业也进入到一个地缘政治 一切为二 事实上早在此次攻击之前 中国在伊朗无人机研发生产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已经受到国际舆论广泛的关注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2022年底 一篇介绍伊朗无人机产业的报道当中就曾经说到 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是通过跟中国的合作而获得到的 4月初美国政府宣布要限制本国企业 跟5家公司来进行贸易 其中一家深圳加斯伯科技公司就被指说 协助伊朗的飞机公司采购无人机跟航太的原部件 美国联邦公告显示 这些组件被用来生产见证者无人机 就在这一次攻击之前 4月11号 一家印度防务资讯网站也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如何推动伊朗无人机产业的文章 文中表示 中国参与的范围涵盖了空气动力学 航空电子学 推进系统跟重要领部件的供应 这些合作促使伊朗在该领域取得到领先的角色 这篇文章分析 虽然联合国对伊朗进出口导弹的相关限制 在2023年到期 但是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导弹跟无人机 仍然受到限制 然而这并为组织北京持续向德黑兰提供无人机的部件 因为中国希望加强跟伊朗的军事合作 来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 台湾开南大学国家际区域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陈文甲 长期研究国安战略 他在受访时表示 伊朗自两一战争以来 长期的研发无人机 至今已经具备在不同距离侦查 打击的完整型号 陈文甲表示 除了拥有技术多样性 具备自主生产能力之外 伊朗无人机也已经在多次地区冲突当中 证明其战术的有效性 最终实现出口 作为其地区影响力策略的一部分 在国际政治领域方面 陈文甲分析 中国跟伊朗同样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在一些国际议题上也抱持相同的立场 因此就算西方积极阻止伊朗扩充军备 中国的厂商还是会不惜挑战国际法 给予相关的援助 陈文甲表示 虽然中国官方经常声称会遵守联合国的制裁 但实际上 一些中国企业在控制技术出口方面仍然存在漏洞 有时候会透过第三国 或者是隐蔽的商业交易 来绕过制裁 使得伊朗能够购买到 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先进技术跟零部件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则表示 中国确实向不少国家提供无人机 跟其他的军民两用科技 特别是北京认为立场跟自己相近的政府 包括了伊朗、俄国等在内 但是庄嘉颖强调 这些国家本身也具备相当的军事科技产业 只是有了中国的援助 更能够加强原有的技术跟能力 同样跟无人机一样采取 以量取胜的策略的 还有伊朗的飞弹攻势 根据美联社引述以色列国防军的报道 这一次的攻击伊朗总共发射了30多枚巡航导弹 跟120多枚弹道导弹 报道表示 其中仅有数枚弹道导弹飞敌以色列领土 造成一处空军基地轻微受损 其余99%的攻击 都在美军等的支持下成功拦截 对此中央社采访到上海军事学者赵楚分析 用飞弹攻击中远程的目标 这一种战法起源于二次大战的纳粹德国 当初的用意是在战时 以此来对抗有强大空中军力的对手 希望在有限的防空成本跟军备制造能力下 以无人远程的攻击方式 可以抵消对手的空中优势 而这样的作战思维也被现在的俄罗斯给继承 伊朗、中国跟朝鲜的战备思维也都受到影响 换句话说 类似的作战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台海 赵楚表示 台湾所面临到的主要作战任务 跟以色列十分的相近 联合防空反飞弹的系统也主要是由美国提供 因此以色列这次应对飞弹攻击的情况 对两岸军事人员都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不过由于台湾海峡平均宽度 仅仅只有180公里 台湾面临到的防御压力更大 中国的武器也更加的丰富 他表示这两场战事 对于两岸军备发展跟战法来说 都有利极、重大、深远的影响 事实证明 想要透过杀手舰级的飞弹武器 造成对手致命伤害是没有用的 而以防御为主 高度资讯化的战场监测控制系统才是更为廉价有效 中国未来可能会改变的更像美军的战备方法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